歡迎大家看東岸生活志 我現在就在加拿大的東岸Halifax 前幾天我就post了一個說 現在實在還在加拿大 起碼我這裡還在網上爭辯 就是這個和平紀念日 這裡有一間學校的校長 叫他們有一個紀念項目 在學校那裡 但是那個校長就叫 麻煩你來的時候 如果這個和平紀念日的紀念的時候 如果你在軍隊服役的 你們就不要穿軍服 紀念在這個國家 為這個國家打仗 喪生了或者受傷的那些軍人 你們就不要穿軍服 因為他們的學校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新來的 有很多這些小孩子 他們的國家 以前的國家 有戰亂的 所以見到人穿軍服 他們可能會很害怕 他們可能會看到有人穿軍服就害怕了 所以就叫這裏以前服過翼 或者現在正在服翼的軍人 就不要穿軍服 穿平民裝 被省長也好 被很多人罵 但是網上有很多人是同情的 說是啦是啦 這個就說過了 現在就不說了 但是有一些網友就問 因為香港來說 就沒有多少個 起碼我認識的香港人 就是當兵 或者是打過仗的 我就不太認識這些人 但是尤其是在這個城市 就三分之一 到40%的人 都是跟國防是有連繫的 無論是他們的工作 他們家人的工作 他們的圈子都是跟國防、軍部有關 這裏是軍港 所以如果你們是叫那些 不要穿軍服來 一來被人罵 一來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在這裏 因為那些人是很多 是真的為這個國家的安全 是作出了很多的貢獻 你叫他們不要穿軍服 是真的很不尊敬他們的 還有有不少的人 起碼我認識那些 就算他們現在跟國防無關 他們的家人 或者他們的爸爸媽媽 祖父祖母那些是復過疫 第二次世界大戰 韓戰、韓戰、柯富汗等等 真是很不尊敬那些人 所以就有這麼大的爭招 這個就是大問題 還有起碼大家以為 很多人以為做軍隊 入軍部開槍殺人 所以那些人沒有好人 這個是很多人的想法 入親軍隊 都是喜歡好勇鬥狠 要殺人的 要開槍的 那是否呢 我自己呢 退休之前教了很多年書 我亦都教過不少的海軍 有一個是做到很高級的 有幾個 亦都有陸軍 空軍我應該就未教過 但起碼海軍和陸軍的 因爲我教書的時候 他有陣時是整班 是來了我們學校 就拿一個課程 有陣時 有一些軍隊的人 是讀一些科 即是有兩年 就不是放假 會來讀一個program 我也都教過 還有那些軍人 是混合普通的學生 這些我都教過 實在那一班是真是很好教的 一班學生 很激動的 因為如果他們 讀不成 他們就是鄧東菇 不行的 所以他們是真是很勤力的 那一班學生 是否真是個個入軍隊 都是好勇鬥狠 喜歡打架 喜歡殺人 我可以說一句 我認識的那些 是很善良的 有不少是做工程的 工程人員工程師那些 是有的 也都我教過 有一些是做carpentry 即是鬥木的 是啊 有一些是 那些陸軍去到 即是要扎刑 真的要找這些carpentry 的人 其他有一些是做電的 有一些是做水的 我以前也都有一個鄰居 真的住我旁邊那個 不是現在這裡 是牙醫來的 但他就不是說有醫務所 那類 他在軍艦上面 在軍部 即海軍 就租牙醫的 喂 是啊 即是你 喂 即是你 如果打仗 即是 弄傷牙牙也好 或者普通鑄牙也好 都要找牙醫 軍部就有牙醫 我也都認識的 不少 即是 即是做醫生 在船那裡 喂 你如果是看Star Trek Star Trek都有Dr.McCroy 是吧 一定有的 這些打仗 我亦都認識是做護士的 是軍人來的 但那些全部是軍人 我亦都有不少的朋友 真的都算是很熟的 是做甚麼 是做牧師的 是啊 他們是做牧師的 在軍隊裏面 是做牧師的 做護士好 做護士好 做醫生好 做水喉好 電工好 工程師好 甚麼都好 每個人都懂得炸槍 每個人都受過全面的軍訓 但他們是不是每個人都出去 說要打人 我不知道 我還沒當過兵 還沒跟他們一起 但每個人都受過軍訓 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在軍部裏面 就算是做牧師那些 每個人都受過特別的訓練 是counseling的 因為有時候 譬如 真是死人的 喪禮完全是他們做的 安慰和安慰家人 全部是他們做的 這個不是經常做 但有時候問他們 最多是做甚麼呢 就是家庭 就是做family counseling 是很多 因為總之當親兵 海陸空都好 因為經常都不在家裡 還有很多創傷後遺症 他們那些家裡很多時候 是需要intensive counseling 真是不停的 不是這麼享受世界 做這些軍部的牧師 絕對不是享受世界 是真的都很辛苦的 因為別人的煩惱 就丟在你那裡 這些就是普通的 甚麼的大牧師 香港式的那些名牧 我想給他們做 他們是真的做不到的 這些是真的要 另外一個breed 就是另外一種人 有特別的恩賜才能做到 我亦都認識不少的 所以千萬不要想 喂 這些軍人 每個都兇死 每個都想打人殺人 這個不會的 還有 你要想 就是這些很多 在軍部做的那些人 對國家來說 是十分有貢獻的 我們尤其是在加拿大這裏 你壞到極都好 加拿大不是一些其他國家 是要佔領人的領土 那些 起碼加拿大的軍隊 就不要說要打低別人 佔領人的地圖 起碼我就未知 未聽過 但是維持和平 這樣有時候 譬如Kosovo 以前的南斯拉夫 加拿大的軍隊 是打過仗 是派過兵 但是這一個 可以說是 他們的貢獻都很多 如果說回最近期一些 在阿富汗 跟那些塔利班 這樣 真是很壞不壞 真是不爭氣了 不是加拿大不爭氣 是西方整個體系的不爭氣 即是無法控制 現在更壞過舊時 但是加拿大的軍隊 都死了不少人 現在 比如說 塞浦路斯 那些 維持和平 那些 亦都盡了很多力 你說 喂 軍隊沒有好的 喂 起碼說得明 我自己 就認真 不喜歡打仗 這個 打仗是很不應該的 但是有時候 有一些事情 打到來 你不作保護 就很不行 說開又說 我知道 加拿大這裏 有不少的教會 因為我亦都懂得 軍隊裏面有 木師 軍木 這件事 但是也有不少的 加拿大的教會 是十分的反戰的 如果是華人教會 尤其是香港人 不是太懂 但是也有不少的華裔人士 在加拿大的軍隊裏面 無論是海軍或者陸軍 有一些華人在加拿大的軍隊裏面 都有很多很多的貢獻 尤其是你們在溫哥華住那些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有不少的華人 是參加了加拿大的志願軍 因為日本是做侵佔的 所以有不少的華人 是參加了加拿大的軍隊 是打日本的 亦都有因為這樣 因為華人在加拿大 才是可以 最後沒有那麼被人歧視 我們做華人在這裏 就不是freeloader 不是好食爛飛 什麼都奶的 有好處就拿了 就是一開始 就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是有不少的華人 尤其是在西岸那邊 是參戰的 這個大家要記得 但是現在 有很多教會是反戰的 我自己都反戰 但是我絕對不會批評任何軍人 我十分尊敬軍人 所謂的反戰 不是說反對軍人 是反對這些暴力的 這樣而已 沒有人想打仗的 你問一下那些做軍人 你們是不是很想開槍打仗 沒有的 每個人都說 一打仗 這就是大件事 千萬不要 這是真的不好的事 但是有很多 在這裏來說 是很反戰的 順帶說一下 如果大家在香港來到 只有幾年 大家如果參加一些團體 教會 包括 什麼團體都好 就是罵這裏的制度 罵這裏的軍隊 以反暴力為一個的基礎 但是 十分的 說自己是和平主義 或者是反戰 他們不肯定 說現在 就這樣說 但是 十分的 反軍部 總之做到軍隊 都沒有好人 或者 用他們什麼的 哪些教條 就說 不可以 那些团体、团体 我劝,真的劝 不是说什么 大家就小心点 虽然很可能那帮人是很好人 他们的intention未必是坏的 但是这里有不少的群体 宗教的群体 看到军队或军部都是要闹的 这些我劝 新来一些的,尤其是香港来的 对国防、军队没有什么认识那些 就是没碰过 香港不是说要当兵的 但是对这些 十分的反战的团体、机构 就小心点,不要信得光他们说的